从苏妈发布锐龙5000系列CPU和RX6000系列显卡后 骑自N3架构的独特魅力和Navi核心的超强性能 让不少玩家都准备转转3A平台 但现在除了AMD卡皇RX6900XT在12月8日与大家见面之外 关于RX6900也有了一些新的消息 那下面就跟着超级个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吧 从目前AMD已经发售的RX6800和RX6800XT两款显卡来看 虽然在光追游戏方面的表现均不敌各自的竞品RXX3070和RXX3080 但是除开光追以外 苏妈的RX6000系列显卡的整体性能均要比老黄的RXX30系列要强上不少 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根没火 可老黄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主要向中低端市场发起了进攻 率先推出了更加甜品的RXX3060Ti 当然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RXXTi系列除开RXX3060Ti以外 肯定还会有RXX3050Ti和RXX3070Ti甚至是RXX3080Ti 而这些显卡目前均已得到证实 但在回奥苏妈那边 目前除了有与RXX3060Ti显卡墙争的RX6700以外 没有任何产品与RXX3070Ti和RXX3080T相媲美 直到现在据Videocast爆料 他们在与华硕经营交流时 得知了旗下LG Strix系列 将有可能会与AMD合作推出定制版的RX6900系列显卡 具体来看根据国际组织EEC透露 目前他们的网站数据库中出现了7款华氏的新显卡 他们的具体型号分别为RG Strix LCRX690016G Gaming和超频版 RG Strix RXRX690016G Gaming和超频版 以及TUF RX690016G Gaming TUF RX6900O16G Gaming RX690016G 从中可以看到 无论是高端的RG系列还是中端的TUF系列 以及更加主流的入门级系列 他们的显存大小都是青一色的16G 而显存规格大概也会是GDDR6 不难看出 Suma这边肯定会把16G的显存死磕到底 至于功耗大小 核心规格以及基础频率方面 目前来看并没有太多消息 但如果RX6900潜在的竞品就是RTX3080Ti的话 那么RX6900整体规格应该会与RX6900XT相差不大 顶头会把核心频率略微缩减一下 而其他方面可能会同样保持不变 但由于目前AMD官方对此并没有正式回应 所以这则消息的真实性就有待考证了 更何况EEC这家网站上注册过太多 实际并不存在的显卡型号 流蓝宝石的RX5650 RX5950等等 也有可能只是单纯的站位 所以RX6900的存在还是要打一个问号 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张显卡是存在的 不然凭借RX6800XT和RX6900XT两张显卡 就像要与老黄的3070Ti 3080 3080Ti 3090 这四张显卡相竞争 这肯定是完全不够的 最后由于目前无论是俗马还是老黄 其产品的备货情况均不理想 所以建议各位玩家还是在等等嘛 别再给建阳送钱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